众所周知 德云社混搭出高能 演员们也都愿意做出新的尝试 给观众们带来欢乐 但在采访时 秦潇贤就曾说过 最不想和张九南合作 老秦不想和张九南搭档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与张九南同台说相声太累了 而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张九南在舞台上太疯了 不容易被驾驭 这一点相信作为主任的杨和通深有体会 在和张九南和九华高九成合作捉放槽时 杨主任在台上表示 自己的皮都快废了 哎哎你不要 把握挫子 不要 动工艙的选项 swarm 《桃花》 公共商的选项选错 看来就是 当然说到皮也不得不提到张九南 张九南的皮也一直是师兄弟们关注的对象 因为在舞台上太过闹腾 在台下一度不能大声说话 连医生都让他多注意 有句话说得好 为人父母者为子女寄予之深远 意思是说当父母的 为自己的孩子打算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的长远一些 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 对待自己的徒弟们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为他们考虑的是一辈子 10月17号晚上 在第九期德云斗笑社中 郭德纲再次展示了自己对徒弟们的关爱 真是不是父子 胜死父子 在这一季的演员中 张九南是风格比较独特的一个 他在德云社的绰号是疯狗 因为他在舞台上的演出风格 就是以闹腾为主 在这一期节目中 张九南跟自己的队长张赫伦合作 而且他还是逗梗演员 张九南真是卖力气 在台上上蹿下跳 又喊又叫 把郭德纲和于谦两位老师都给逗乐了 郭德纲和于谦两位老师 并不是因为他的相声笑了 而是因为张九南的演出风格 郭德纲老师笑着说问于谦老师 你说他到了60岁还这么演吗 于谦老师也跟着哈哈大笑 觉得张九南真是无厘头 郭德纲老师随后继续说 最起码他现在舞台上的状态 符合他现在的年龄 观众也认可 这就没有什么对不对的 在赛后点评的时候 郭德纲特意把张九南叫过来 问他累不累 说自己跟于谦老师在后面看他眼 都觉得累 也不知道60岁以后张九南是什么样 可能在有些人看来 张九南既然舞台效果不错 那就让他继续演就是了 可是郭德纲老师却考虑得更为深远 他不仅考虑现在 更考虑张九南的以后 他希望张九南能沉稳一点 毕竟靠闹腾换来的舞台效果 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郭德纲对张九南的一片苦心 相信张九南也都知道 自己的师父是真心为了自己好 郭德纲老师对待自己的徒弟 真的是掏心掏肺 也难怪如今的徒弟们 对郭德纲如此尊敬和忠心了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 对郭德纲 请 verme